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是Jack和牧师,很开心可以做一次在网上跟大家,各位弟兄姊妹和朋友一起去到聚会,去到敬拜我们的神 今个月我们一起去到看《路德记》,在里面学习神对我们不离不弃的恩怠和他的恩慈,他会如何使用他的子民作他恩怠其他人的一个器皿 对于在疫情中的我们,我相信这件事会很大大的帮助到我们,鼓励我们如何在疫境里面 仍然都看到神这个不离不弃的慈爱 并且特别在这段时间,我们能作神的器皿,向我们身边的人彰显神的恩慈 就让我们一起去看诗篇十三篇,去准备我们的心思意念 诗篇十三篇,这是大位的诗交给诗班长 耶和说,你忘记我要到什么时候呢?要到永远吗?你以免不顾我要到什么时候呢? 我们当中可能有人因为封城带来的烦恼、压力、孤独都有同样的感觉 耶和说,你忘记我要到什么时候呢?要到永远吗? 诗人他就继续这样说 我心里囚算不安,内心终日仇苦,要到什么时候呢?我的仇敌胜过我,要到什么时候呢? 耶和说,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求你洗到我的眼睛明亮,免得我沉睡致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过了他,免得我跌倒的时候,我的敌人就欢呼 至于我,我依靠你,我依靠你,信实的慈爱,我的心,必因你的救恩欢呼,我要歌颂耶和话,因他,以口恩待我 我们跟诗人在住境里面,有的依靠和希望,就是神信实的慈爱,即是他那个不离不弃的慈爱 而我们有最终极的凭据,就是主耶稣基督被神猜派来到我们这个世界里面 为我们众罪人去承担神对我们的惩罚,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可以从黑暗死亡中进入到光明的永生里面 从神的诅咒之下,可以进入到神的祝福里面,由神的敌人变为他的儿女 由罪的劳博,便为神意的弃命 让我们一起用诗和信经去宣告神对我们这个伟大和信实的慈爱 各位大兄姐妹,我们相信些什么呢? 我相信上帝全能的圣父,创造天地的主 我相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人,由同精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刁鼻一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受死,埋葬,降至阴间 第三日从死复活,后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生人,死人 我相信圣灵,我相信圣而公之教会,我相信圣徒相通,我罪得赦免,我相信身体复活,我相信永生,阿门 让我们一起去到清謝,去到赞美,去纪念神,如何藉着耶稣向我们展示祂信实的慈爱 Vicky就会带我们去唱第一首诗歌,之后张琳就会读出今天的经文,《老德记》第一章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执行节捕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لة besten wrestling 我的诗歌 赞美我救助 昼夜长河 这是我星星 我的诗歌 赞美我救助 昼夜长河 万全顺富主 快乐无比 天堂的荣耀 现在我心里 天使带星星 有天降临 传宝珠怜悯 属说主爱 这是我星星 我的诗歌 赞美我救助 昼夜长河 这是我星星 我的诗歌 赞美我救助 昼夜长河 万全顺富主 万世人宁 我的诗歌 我在旧主里 喜乐满心怀 时刻仰望主 静心等待 满得主恩惠 静雨中 昼夜长河 这是我信息 我的诗歌 赞美我救助 昼夜长河 这是我信息 我的诗歌 赞美我救助 昼夜长河 赞美我救助 昼夜长河 路德纪一章 南俄米失去丈夫和儿子 当世事秉正的时候 国中遭遇饥荒 在犹大伯利恒 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 往摩亚地去寄居 这人名叫以利米勒 他的妻名叫南俄米 他两个儿子 一个名叫马伦 一个名叫基连 都是犹大伯利恒的 以法他人 他们到了摩亚地 就住在那里 后来 南俄米的丈夫 以利米勒死了 剩下妇人和他的两个儿子 这两个儿子 娶了摩亚女子为妻 一个名叫俄尔巴 一个名叫路德 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 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 剩下南俄米 没有丈夫 也没有儿子 南俄米与路德回伯利恒 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 要从摩亚地归回 因为他在摩亚地 听见耶和华 眷顾自己的百姓 自粮食于他们 于是 他和两个儿妇 就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 要回犹大地去 南俄米对两个儿妇说 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 愿耶和华恩待你们 向你们恩待已死的人 与我一样 愿耶和华使你们 各在心夫家中得平安 于是 南俄米与他们亲嘴 他们就放声而哭 说 不然 我们必与你 一同回你本国去 南俄米说 我女儿们哪 回去吧 为何要跟我去呢 我还能生子 做你们的丈夫吗 我女儿们哪 回去吧 我年纪老迈 不能再有丈夫 即或说 我还有指望 今夜有丈夫 可以生子 你们岂能等着 他们长大呢 你们岂能等着 他们不嫁别人呢 我女儿们哪 不要这样 我为你们的缘故 甚至愁苦 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 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 俄尔巴 与婆婆亲嘴而别 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 拿俄米说 看哪 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 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 路德说 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 你往哪里去 我也往那里去 你在哪里住宿 我也在那里住宿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在哪里死 我也在那里死 也葬在那里 除非死 能使你我乡里 不然 愿耶和华重重的降伐于我 拿俄米见路德 定义要跟随自己去 就不再劝他了 于是 二人同行 来到伯利恒 他们到了伯利恒 合成的人都惊讶 妇女们说 这是拿俄米 拿俄米对他们说 不要叫我拿俄米 要叫我玛拉 因为全能者 使我受了大苦 我满满的出去 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 耶和华降祸于我 全能者使我受苦 即使这样 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 拿俄米和他的儿妇 摩押女子路德 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 正是动手割大脉的时候 这是上主的道 感谢上主 欢迎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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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高兴 我可以跟你们分享神的话 好开心 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在这个问题我们要记得 我们神是在主前 我们要记得 我们的神是主持在一起 今天早上我们看到 路德纪第一章 今天我们要看路德纪第一章 我们应该怎样面对悲剧 和令人心衰的事呢 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悲剧 和令人伤心的事呢 我们大多数人都期望 有顺利的生活 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期望着 有个顺利的生活 当面临病痛和死亡的时候 但是当面临病痛和死亡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样去应对呢 我们怎样去应对呢 基督徒也是免不了 面对伤心和悲剧的事 基督徒也是免不了 是要面对伤心和悲剧的 在我们以前的教会里 有一位女士 在我以前的教会那里 有个女士 在米叶加七 在密雨期间 发觉患上了乳玄癌 发觉有了乳癌 在她最开心的日子里 在她最开心的时候 她却要面对这恶运 她反而要面对这个恶运 我们怎样面对这些悲剧呢 我们怎样去面对 这些这样的恶梦呢 在过去多年 教会十分日子里 在过去多年来的 教会事奉里面 我领悟到生活是有困苦的 我领悟到生活里面是有困苦的 她认识到在我们当中 有很多人都会面对 痛心和悲剧 和认识到在我们当中 会有很多人会面对 最伤心的悲剧 可能是家庭成员有重病或死亡 可能是家庭成员有重病或者死了 可能是有关系破裂的伤痛 可能是关系破裂的伤痛 可能是考试成绩不及格 可能是考试成绩不及格 或会是失业 或者是失业 我们应该怎样面对 这些可能发生的悲剧 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 这些这样的可能发生的悲剧呢 我请大家和我看看路德记这本书 我请大家和我来看看路德记这本书 这书的背景是很重要的 这本书的背景是很重要的 在第一章一节告诉我们 这是诗史统治的时期 一章一节告诉我们 当时是诗史统治的时期 他记得诗史记 接吻是怎样说 还记不记得诗史记结尾那时怎么说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 个人照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做 个人照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做 那时间以色列的情况是和混乱和动弹 但是路德记确实记载了在一些比较安静日子里发生的事 但是路德记是记载了一些比较安静的日子里面发生的事 路德记第一章可以分为两部分 路德记一章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离乡 第一部分是离乡 第二部分是回乡 第二部分是回乡 首先 首先 在离乡时 在离乡的时候 以色列国有大饥荒 以色列国有大饥荒 生产到伯利行 一路来到伯利行 田地没有生产 田地没有生产 在那些的农业社会里 在那时的农业社会里面 这是一个大灾难 是一个很大的灾难 生命纪28章警告以色列 生命纪28章还警告以色列 当他们不经历 遵循神的一切 诫命丽历 当他们不遵守神一切 隔明和律例的时候 耶和华对他们背叛 会降饥荒的灾 耶和华对他们的背叛 会降饥荒的灾 有饥荒灾难 是神审判他们不信靠 耶和华 当犹太人面对自然灾难时 当犹太人面对自然灾难时 他们首先要做的事 他们首先要做的是 凡是有没有得罪神 凡是有没有得罪神 和求神宽恕他们的罪 和求神宽恕他们的罪 可是当时伊利米勒 却有令人惊奇的行动 但是当时伊利米勒 反而有令人惊奇的行动 他不但不转向神 他不单止不转向神 反而离乡撇径去脱避神的审判 虽然经文对他的行动 没有什么批评 虽然经文对这个行动 没有什么批评 明白圣经的读者 只会洞察到以下一些事实 明白圣经的读者 是会洞察到以下一些事实 以色列人对摩亚地是有敌意的 以色列人对摩亚地是有敌意的 当他们从埃及来应许地死 当他们从埃及来应许地的时候 摩亚人在途中抗击他们 摩亚人在中途阻拦他们 在实定用女士引语他们得罪神 在集庭用女色引诱他们得罪神 就是第3章还记载了摩亚王攻击以色列 事实的第3章还记载了摩亚王攻击以色列人 是来到敌人的地方躲避 是来到敌人的地方躲避 还有 他的儿子们是摩亚阿博和路德 他的儿子还娶了沃尔巴和路德 两位摩亚女人为T 两个摩亚女人做老婆 这都是违反摩西律法的 本来 他们计划在摩亚地 暂时避难避灾 他们计划是在摩亚地暂时避难 但却在哪里住了叶十年 但在那里住了大约十年 伊利米尼耶死在摩亚 伊利米尼耶在摩亚死了 他两个儿子摩伦和基连也死了 他两个儿子 马伦和基连也死了 这里面说是不是神对他们的判法 这里面说是不是神惩罚他们 只是说南伊米失去了丈夫和儿子 只是说南伊米失去了老公和儿子 胡丹果说 胡丹果 在当时男人当家养活的文化里 在当时男人当家养活的文化里面 一个寡妇是处于失去依靠没有收入 一个寡妇是处身在失去了依靠 无安居的处境 无安居的处境 再加上这寡妇还有两个师傅 再加上这个寡妇还有两个媳妇 一家三口怎样过活 一家三口怎样过活啊 在第六节我们见到南伊米来回香气 在第六节我们见到南伊米要回香气 回去这句话在第一章第二部分 重复出现多次 回去这句话在一章第二部分重复几次出现 在原文回去和悔改同是一个西伯来字 在原文回去和悔改是一个相同的西伯来字 他的回去可以说是他悔改了 他的回去可以说是他悔改 他好像量子回头 他好像浪子回头 悔改了他决定了要回家 悔改了和决定了要回家 在路德记第一章二部分 在路德记一章第二部分呢 那伊米去城回香气 那我米起情回去 对师傅讲了两番说话 对媳妇讲了两番说话 其中带出了Hesed这个名词 其中带出了Hesed这个名词 这是整本路德记重复续说的名词 这里是整本路德记重复讲的名词 这词在第八节翻译成恩代 这个名词在八节翻译成恩代 圣经有时把它移为一座是名语的神的慈爱 圣经也有时将它译造是文药的神的慈爱 恩惠 忠诚守名语 忠诚守文药 和怜悯 这是指超过了在指责里要求的忠心和慈爱 这里是指超过了在职责上要求的忠心和慈爱 这是远远超越一般正常合理要求的爱 这个是远远超越一切正常合理要求的爱心 这里是远远超越一般的恩代祝福她两个媳妇 这里是远远超越一般的恩代祝福她两个媳妇 因为他们也恩代已经死了的丈夫和远远超越一般 因为他们也都恩代已经死了的丈夫和远远超越一般 他们原本是可以在丈夫时候便离开那一名 他们原本是可以在老公死了之后就离开那额迈的 断绝婆式关系 和他断绝婆式关系 因为他们之间只有盈亲 因为他们之间只有恩亲 并没有血统关系 并没有血统关系 但他们却恩代这迎亲婆婆 但是他们反而恩代这个恩亲奶奶 但是奶奶却愿意让他们放弃这迎亲门业的义务 这样那额迷就愿意给他们放弃这个恩亲门弱的义务 要他们不再和大家一起 要他们不要和他在一起 命令他们离弃他 命令他们反良家 寡妇是出生在一个没有经济收入 寡妇是在一个既无经济收入 又缺失了亲属支持的情况中 又失去了亲属支持的境况里面 是一个孤单贵贵质贵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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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 которые 有没有亲属照顾的情况 在俱约时代 孤儿和寡父是社会里最弱势的人 孤儿和寡父是社会里最弱势的人 路德和阿尔巴还年轻 路德和阿尔巴同年轻 是可以在家 是可以在家来找个新生活的 那你祈愿他们师父不要自留在他身边 阿尔米奇远他的媳妇不要滞留在他身边 错过将来有好生活的机会 错过了将来有好生活的机会 还有 还有 他们是摩鸦女人 他们是摩鸦女人 围起以色列是会被刺的 去到以色列是会被排斥的 这是一个悲惨的事实 这是一个悲惨的现实 那你在第一个方说话中用逻辑给他们理论 说自己已经太老了 不可以再生孩子了 就算当晚生了两个儿子 就算当晚生了两个儿子 这个说话似乎有些奇特 但在旧约时代 但是在旧约时代 这是地区寡少的婚姻分属 如果丈夫死时没有孩子递陈 如果丈夫死了没有孩子递陈 如果丈夫死了没有孩子递陈 继承哥哥的产业 来继承哥哥的产业 这样可以让寡少能有人照顾 这样可以给寡嫂能够有人照顾 如此而生的儿子可以去死去哥哥的门份 去承接产业 在旧约时代 在旧约时代 家庭血统和产业的继承是很重要的 家庭血统和产业的承计是很重要的 那一名对师傅的说话是指出 那一名的血统已经是绝后了 那一名的血统已经是绝了后 再没有希望了 再没有希望了 因为他年事已高 因为他年事已高 如果他们和他在一起 如果他们和他在一起 他也不能再生儿子和他们结婚 他不可以再生儿子和他们结婚 他已是这血统的终结 他现在是这个血统的终结了 最后那一名还说了最绝绝的一句 那俄米还说了最绝绝的一句话 因为耶和华伸手击打他 因为耶和华伸手击打他 在神的诅咒下 在神的咒诅之下 他们如果和他在一起 如果他们和他在一起 神是会同样地击打他们 在这情况下 在这情况下 在这样的情况下 阿尔巴明白了 阿尔巴明白了 决定不坐这沉船 就决定不坐这艘船 要让死了的一了百了 就等死了的老公一了百了 他就问别婆婆 他就问别奶奶离开 但是路德却坚定不易 但是路德就是坚定不易 反而在第16到17节 用更强烈的说话回答 他坚决不要回娘家 他坚决不回娘家 他要离开他的家族 他要离开他的家族 并且离弃他的家神 并且离开他的家神 却要和那一名的命运相连起来 反而要和拿鹅米的命运相连起来 如果拿鹅米是被逐走 如果拿鹅米是被逐走的话 让路德也被逐走吧 就等路德也都被逐走 如果拿鹅米是供逃没路 如果拿鹅米是供逃没路的话 他不是对亲爱的丈夫承诺 他现在不是对亲爱的丈夫承诺 他是像一个老和传弱 穷穷的婆婆承诺 他是向一个老和散弱的困困的奶奶承诺 他看我们这个知识在一个主义的社会里 看回我们这个知识和个人主义的社会里 这样凄苦的承诺在我们当中是悍有的 这么凄苦的承诺在我们当中是悍有的 看看看看我们的婚姻承诺 承诺将真实真的是至死不易 我们的婚姻承诺不再是真的至死不易 而是只要是互相相爱 而是说只要互相相爱 无可置意 无可置意 我们当中只有不前的关系 我们当中只是有肤浅的关系 所以众多人都孤单地生活 所以很多人都是过着孤单的生活 那面对路德坚决的意愿 也亚口无言了 那我不是对路德这么坚决的意愿 也都啞口无言 所以两人就严惩回到玻璃痕 所以两人就远程回去白离痕 全帝也会因他们而烧动起来 烧动这词题是说众人都安安而已 烧动这个词句是说众人都静静地说是非 文言文言文语都在传说 众人还记得那一名 全家人是有姓弟有两个儿子 众人还记得 但现在他只是孤单一个老妇 现在他只是孤单一个老婆婆 只有一个摩押人师父谁者 只有一个摩押人媳妇 大家而已想问 这真是哪一名 这真是哪一名 大家小声地问 这个是不是拿鹅米 而已 终于传到哪一名 他回答众人说 他就回答众人说 我的名字不再是哪一名 我的名字不再是哪一名 甘美的意义 甘美的意义 要叫我摩拉 你们要叫我马拉 孤苦的人 孤苦的人 在二十到二十一节 他说了一番对神的认识的话 在二十到二十一节 还说了一番对神的认识的话 他正确地认定了全能的神 使我受了大苦 他确信神是掌管着我们生命里每一个层面 他确信神是掌管着我们生命里每一个层面 他了解到这是神要让他空手回归 让他正确地认识到神的主权时 在他正确地认识到神的主权那时 他却忽略了神的美善 神为他的子民提供食粮 神为他的子民提供食粮 神还建顾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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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当我们面对悲剧和灾祸时 当我们面对悲剧和灾祸时 我们应当怎么样回应呢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回应呢 我们通常都有两个错误的回应 我们通常都有两个错误的回应 第一我们只当这是一个人的问题 第一我们只当这是一个人的问题 我们要自己去处理 我们要自己处理 自己找方法去解决这灾难 自己找方法去解决这个灾难 虽然我们可能见到神的手在采控这灾难 虽然我们可能见到神的手在操控这个灾难 这可能是神在审判我们 这个可能是神在审判我们 但是我们没有做正确的回应 但是我们没有做到正确的悔改 在冠状病毒瘟疫之间 在冠状病毒瘟疫期间 我们首先正确的回应是要悔改 我们首先正确的回应是要悔改 可是很多基督徒领导 却有意不呼唤人悔改 可惜很多基督徒领袖 都犹豫无呼唤人悔改 我们只当这是人为的困难 我们只当这是人为的困难 我们可以用科学医疗技术来解决 我们可以用科学医疗技术来解决 我们要政府进行多种行动 我们要政府去施行多种行动 我们要求关闭边境 我们要求关闭边境 我不是说要不理会科学知识 和政府的行动 和政府的行动 但是我们最少也要明靠到神的手 在掌控一些一切 但是可能是神在审判我们的世界 这次可能是神在审判我们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需要复心自问 所以我们需要复心自问 查看一下自己有没有灵命的开损 看看自己有没有灵命的亏损 他要为自己的罪忏悔 还有要为自己的罪忏悔 第二 第二 我们看不见神在灌难中展现的美善 我们看不到神在灾难中彰显的美善 正如那一名 就好像那鹅米 我们也会变成炒苦 而觉得神总是伸手击打我们 我们也会变成仇苦 和觉得神总是伸手击打我们 觉得祂是没有恩慈的君主 觉得祂是没有恩慈的君主 一个没有怜悯的全能者 一个没有怜悯的全能者 我们忘记了神的美善 我们忘记了神的美善 我们见不到在我们的悔改中 我们见不到我们在悔改的时候 他是充满怜悯的 他是充满怜悯 因此地接受我们的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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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权 当然我们要紧紧记住神是有军权 但是我们要紧握得 却是神的美善 但是我们要紧握得 反而是神的美善 第三 第三 路德对婆婆那一名的承诺 是那么令人赞叹 在这里路德对婆婆拿鵝米的承诺 是多么令人赞叹 这是她的恩怠 这是她的恩怠 是婚姻明月里的慈爱和忠诚 是远远超越本分的忠心 是远远超越本分的忠心 路德对那一名说 路德对那额米说 你往哪里去 你去哪里 我也往哪里去 我就去哪里 你在哪里住 你住在哪里 我也在哪里住 你的百姓就是我的百姓 你的百姓就是我的百姓 你死在哪里 我也死在哪里 你死在那里 你死在那里 我就死在那里 站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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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份忠诚 预表了神对罪人的恩怠 这份忠诚预表了神对罪人的恩怠 神永不放弃那些和我们一样充满了罪恶的秀烂的人 神在他们夜里的慈爱和忠诚故事 他慈下读生子 耶稣离开他在天上的荣耀 披上肉身成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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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了我们的人性 我们的软弱 我们的愿弱 我们的咒诅 我们的咒诅 和我们的死亡 和我们的死亡 我们也应当在我们的关系里 我们的家庭里 我们的家庭里 我们的教会里 我们的教会里 展现这样的恩怠 这样的忠诚的慈爱 就是我们和每一个人的关系的表弟 这样的忠诚和慈爱 就是我们和每一个人的关系的标记 这不是如果情况合适的话 这不是说如果情况合适的话 这不是在对自己有利时 这不是说对自己有利时 这不是因为这样做 就要方便自己 这不是因为这样做就比较方便自己 这是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里 都要有这恩怠的标记 这些是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里面 都要有的恩怠的标记 这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 这些是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里面 这应有承诺和美善的准则 都应该有的承诺和美善的准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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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神我天父在你永远没有转动阴暗 永不改变突生每天是怜悯 你永远没有转动阴暗 你永远没有转动阴暗 你的心是光大 清晨 父亲 尝根 尽力 心安 我说许有你 按手 反复预备 你的心事 光大 现在我生 春夏秋冬时期 悠哉中收成 日月星辰 时刻云转不停 宇宙万物都见证 照无助载 书说天赋 粉色 心事 慈爱 你的心事 光大 你的心事 光大 清晨 父亲 尝根 尽力 心安 我说许有你 按手 吩咐预备 你的心事 光大 现在我生 你身边 我追过 只永远你 你曾与我 同在安慰营里 求知今天 力量 明天的盼望 从天将 想念 无乐无求 你的心事 光大 你的心事 光大 清晨 父亲 尝根 尽力 心安 我说许有你 按手 吩咐预备 你的心事 光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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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Ray 刚才带你去到反思 去到赞颂我们的神信实 是何等的广大 我现在会一起去到为我们的世界 也都为到教会祈祷 我们首先为到我们的世界 特别为到在战乱中 和在疫情严重的国家祈祷 我们希望带我们特别去纪念到在战争当中 和这个疫情爆发得很严重的国家 我们求你都帮助这些地方 能够尽快得到和平 能够得到帮助 我们求祈祷 是在各国的一切执政掌权者 他们能够医主的圣道 去到公正自民 上善佛恶 去维会人民的生命 叫到人间能够充满着正义和和平 我们求主也都去到安慰和次力量比那些贫困当中 有病痛、有欠缺、有软弱、受轻压的人 求你都看顾他们 藉着你的子民去到公认他们的需要 去让他们能够被关心到 求你使他们能够认识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爱 求你公认他们的需要和关怀他们 也都透过你的子民 让他们能够认识到福音 让他们能够找到最终真实的生命和盼望 用耶稣基督名而求 阿们 也会为到我们的国家 特别为到我们在雪梨西南边的居民和教会祈祷 天父上我们特别为到雪梨西南边的居民和教会祈祷 天父我们知道现在疫情爆发也很严重 求你去舒缓当地的疫情 都让这个疫情不会继续去到蔓延得这么快 我也都特别去祈念到家境贫困 可能没有一份工的人去祈祷 求你帮助他们能够得到他们需要的帮助 求你供应他们的需要也都为他们带来安慰 求你也都特别去祝福和加力给在这个重灾区里面的教会 求你都让你的子民 他们除了能够有这个耐力去度过这个艰难的时刻之余 求你都帮助我们因为爱的缘故 因为福音的缘故 他们都会踏出一步 去到关心他们的轮舍 都藉着他们去帮助我们身边的人 去关心他们身边的人 他们在这个重灾区里面都能够作主你的亮光 都能够在他们的言行 能够将你这个大爱传开去 我们所祈求的都交上奉耶稣基督命而求 阿们 好 现在我们有一点的家事报告 我们教会一起去祈祷 其实除了在我们平时星期日聚会时候 会一起做之余呢 其实我们未来都有一个机会 我们可以另外一起去祈祷 这个星期三晚上八点钟 我们就会有我们的联堂祈祷 一个非常之好的机会 让我们三堂的大兄节目 开始聚在一起 除了见面之外 更加可以一起去到 同心合意的 一起去到为到我们教会 为到我们各人彼此去祈祷 所以都很想鼓励大家 都持有这个机会 是一个非常之好的机会 给我们可以在Zoom面对面 可以见到大家 一起去到为到我们教会 为到我们的时工 为到我们彼此去到代讨 好 那现在呢 我就想带大家 来到一个特别的环节 那其实我呢 就想着在这几个礼拜 在我们这个聚会的时候呢 就会和大家分享一些的提示 一些提议 希望呢 就能够帮助大家 在这个封城的日子里面 你和神的关系 和你的属灵的生命里面 都会 能够有进步 而不是会有退步 那 这个封锁 无意是 我想整乱了我们好多人的日常生活 打乱了我们过往一些常规的生活 对于我们中间的那些人呢 特别是家长的 他们的生活就真的变得非常之忙 很难找到有休息的时间 其实都很有这个窒息感的 而对于其他人呢 可能封锁也都会为他们带来了 令到他们失去了 可以和其他人联络的机会 所以可能 对于这些大兄姊妹生活 就真的变得比较孤独和沉悶 其实任何改变都是非常之难 但是作为相信福音的人 这些改变其实都可以是一些 好的东西来的 一些对我们有益处的东西来的 因为神 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 祂总会使用一切来去 塑造和建立基督的身体 即是我们 使得我们变得更加像我们的头一样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可以用另一个角度去看我们封城的生活 用一个属灵的角度去看 没错我们不能够像过往以前 这样去到生活 去到做事 但或者 我们以前过往如何去到生活 如何去做事 其实可能对我们本身 没有什么益处 而神可能就是用这个封城 给我们一个机会 去到做一些改变 帮助我们摆脱 可能以前生活的一些态度 过往一些旧生活的安排 以前可能一些不健康的习惯 以前可能对事或者对人一些不健康的期望 而它也有机会 我们现在可以去培养 有新 属灵上的健康 有益的生活的态度 安排 和习惯 和期望 所以我其实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提议 就是在这段封城的期间 去到尝试争取培养交托和感恩 交托和感恩 我知道封城生活 对很多人来说 其实是带来很多麻烦 甚至乎可能令到我们很激气 而我们通常在这样的情况 我就会立刻想自己用我们的手去解决问题 但很多时候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就可以解决到的 所以可能我们最终就会变得更加失望 或者更加激气 但是神在《比特前书》五章 其实提醒我们 就是我们是要将我们一切的忧虑去交托给神 因为祂是顾念我们 所以可能这是一个好的机会给我们去学习 如何交托 下次如果你遇到一件麻烦的事情 令你激气的事情 可能你的小朋友不听你说话 或者你的老板真的被你很多压力的时候 在你反应之前 在你去说话之前 嘗嘗深呼吸一下 然后将你的烦恼去交托给神 因为祂是顾念我们的 你和神说 主啊 我现在真的很需要祢帮助我 让神帮助你 因为祂是顾念我们的 神可能会 也可能不会 立即为你解决 你眼前的问题 但可以肯定的事情 就是你会慢慢地变得 好像有耶稣基督的样式 在我们培养交托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可以去学习 去感恩 贴纱罗尼加前书五章十八节 他说我们应该在凡事上面 在各样的情况里面去到借恩 这个是神在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旨意 这个其实不是容易的 特别如果我们经常都听到 身边的人在神很多东西 或者我们听到 新闻的负面消息 我们是很难 意识到神 每日给我们的祝福和供应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好机会 给我们去学习 如何去为自己做一个空间 去反思神的恩典 大家可以试一试 每日你找一个时间 可能是你吃早餐的时间 或者你洗澡的时间 你起床的时间 或者你睡觉之前 或者去散步的时候 然后找一个时间 不用太长 但是你停下来 去问一下自己 嗯 神今天如何祝福了我呢 神今天如何祝福了我呢 我希望我们可以这样 利用这个封城的机会 一点一滴地去培养 我们对神的倚靠 和对他感恩 这就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我们下个星期就可以再看另一个提议 希望能够继续帮助大家 在这个封城日子里面 继续可以在属灵上有奖进的 好 那来到我们的座会尾声 不如我们一起用主土文 用启应方式去到求神去帮助我们 我们在这个礼拜 我们能够按着主的旨意去到生活的 我们在天上面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在地上如同在天上 愿你的国降临 在地上如同在天上 愿你的旨意实现 在地上如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天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空恶 因为国度是负你的 因为权柄是负你的 因为荣耀是负你的 直到永远 阿门 希望这个星期三晚上 在这个祈祷会再次和大家见面